大家好,我是David Wu,这是留学兵法第八奖,性格指数 在第二和第三个视频里面,咱们讲的就是美国大学的到底怎么评判申请者 有三个部分,第一是标准考试,对于从美国高中申请的这个占30% 第二是选课和成绩,美国高中申请的这占30% 最后就是性格指数,其实就是课外活动和推荐信,这个占40% 如果你觉得这个大学录取这事是比较随机的,比如你知道这孩子他的分比我还低70分 但是他去的大学更好,我们都申请了,大概都一样,是中介出了问题,还是哪儿,是命运怎么回事 觉得挺随机的,他确实是,因为这性格指数上它占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 但是美国人就喜欢这种主观的东西 你看美国大使馆是唯一需要面试的 其他的人就硬性的指标就过还是不过,美国人能给你来面试 是这样 你的标准考试是让你进大院 他看大概标准考试在这个区域里边 行,好,继续进来,我们继续看你的申请 你的成绩是让你进学校的门 可以,成绩也不错,可以进到下一步 你的性格指数是决定你拿的拿不到offer 越好的大学,排名越高的大学,这越是这样 你看啊,这些好的大,就咱们说,就南进的,就前三十,前四十,前三十这些越南进的大学啊 它的申请者的分,成绩都很优秀 大家其实是在比这个性格指数 什么是性格指数 传统的说法就是课外活动和推荐信 但是你这么想啊,你就容易想的特别具体 我得做哪些课外活动或者怎么着 就为了课外活动有成就怎么样啊 其实大学是想通过课外活动看出你的性格来 这是他主要目的 他并不在乎你在课外活动里边有多少成就 你篮球队上是菜鸟还是MVP 你钢琴十级还是多少 是吧,因为他想你万一就是你钢琴十级 但是你跟大家在乐队里边的时候 你老让人感觉特别笨,怎么办,是吧 不如来一个性格好的人 能让大家一起起来 还不是要一个特别尖的一个人 但是刺头 好,你是篮球队上的MVP 但是你没法跟这个队员相处 还不如是一个打得一般的 但是能够让大家一起学习 他是这么讲,性格比成就重要 这个在咱们东方文化里边 尤其中国它不一样 因为咱们是靠实际的表现来比出来 对吧,这是硬性的嘛 你来随机的这种性格 这就容易出问题了 但是在美国 你听大学说他们想看fit 说的就是性格 留学兵法这套视频从这开始 大部分讲的就是关于性格的 我想让你懂美国人怎么想 他们喜欢尊敬什么 这个社会 他们想看到听到什么 这样你的深情 你更可以显出他想看到的性格来 那个18年哈佛大学被起诉 就是说亚洲申请者都很强 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为什么亚洲人的录取率比黑人 白人都低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官司一上庭之后 这些录取官 admissions officer之间发的这些 confidential的信就出来了 就是说哈佛大学分析 他们16万个亚裔申请者里边下的结论 就是亚裔人缺少正面的性格 普遍的没有被人喜欢尊重 没有显出很明显的勇气和likeability 听上去很伤心 我也是亚裔是吧 我太理解了 但是确实美国人有点这么想 因为他们比不过我们的学习 比性格没有比不过 因为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 所以你要知道他们想看到什么 从这说一点 如果你做的一切课外活动 和老师推荐信这些东西 最要紧的就是 它的真实程度能不能被证明 因为如果你做的课外活动 是一个你学校里边搞的一个东西 尤其是在中国学校 他完全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 他不信你就说服不了他 尤其从中国申请 一切都说你能不能怎么证明这个 我听说有一个学生 他从九年级就雇了摄影团队 他在国内做的一切课外活动 都有一个团队跟着他录下来 给他捡好了 申请的时候发进去 他的想法没有错 就是我得证明这事是真的 所以这性格这东西 你要这么评写胡编 也不行你要说服他 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会编故事 都在包装的 最后一个就是老师推荐信 也算这个性格这一部分 推荐信的功能是敲定 你已经给自己打造的性格 你想好了 我做的选的课 做的课外 我写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性格 我想这么自己包装 你的老师推荐信 是唯一一个第三者证明 他确实是这个性格 推荐信是干这个的 好 咱们接下来就一系列的 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咱们接下来的视频里边再见